我的天哪 你在池塘边抓到过这种煮熟了的螃蟹吗 有人把它的肚子划开 竟然在里面找到了一只软糊糊的透明小螃蟹 据说把这只螃蟹放在太阳下下两个小时 它就会变成一只价值万人的虎货螃蟹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池塘边竟然能到的成熟熟的螃蟹 它从肚子给划开 就能在里面发现什么会被这透明螃蟹 把这种透明小螃蟹放在太阳下下两个小时 就能变成价值万人的虎货螃蟹 还有这种螃蟹呢 竟然咱们走走一去 小月 小月 这蓝螃蟹真好吃 别吃辣椒了 快给我去小池塘 不小池塘干嘛呀 去捉螃蟹 螃蟹 否则我们回来了 没想到池塘里还真的有螃蟹 而且都是这种主食物的螃蟹呢 不过这螃蟹味起来怪怪的 好像不能吃 这些螃蟹可不是用来吃的 我是找他们渡走你的透明小螃蟹 啊 透明螃蟹 让我再拖开给你看一看 这几只螃蟹多好肥啊 说完凌亿是吧 那就中间凌亿是吧 这样看起来长得还挺萌的 不知道这小肚子里有没有藏着东西啊 呃 这捏起来哪会发声音呢 帅了不管了 我直接来滑开吧 哇 滑开了 你们最有梦的 我们清楚有没有选一小螃蟹啊 还手伸进去 谁是这么有迷糊过的东西啊 让我来偷一偷 我偷 多奶饭 呃 这个吗 感觉我的鼻涕啊 拉出来 我得是这最能猫了吧 呃 这是 水晶毛蟹啊 林老师还真有水晶毛蟹呢 你还想咕咕的 好像火动一样啊 林小龙 你说的竟然是真的 那当然了 这水晶毛蟹的晒晒 才能变成古墓呢 那我也来找一找 点名 点姓 点到谁我就选谁 救你了 那些钱也太为我了吗 咦 怎么是软的 整个身体都好软啊 怕我们在肚子里会有软热的水晶螃蟹呢 让我把它给滑开 哇 开了 伸手进去拖一拖 你身体有软铃铃的东西 找不出来啊 我好像是动铃铃 肯定是水晶小螃蟹 我转 天呐 这个铃铃是纯的 我让你拔在妈妈的背上 快看 他的身体里还有好多亮晶晶的 就说他那的好像纸约糖呀 老师们 快为我的小螃蟹 点点小星星吧 哎 你说了 怎么会我收到的颜色不一样啊 那那个水晶螃蟹 也分不懂颜色 那我还要再来出两只 想脸是肥一点的 划开一条肚子 哎 我已经看到里面的小螃蟹了 把它给拔拉出来 对 嗯 这 这竟然是粉色的 老师们 这个水晶螃蟹长得也太粉色了吧 这黄色的螃蟹已经 全是少女生泛滥了呀 我看他的肯定是一个小女生 我爱一只 来 划一勾 哦 粉色又是粉色的 上面还有深远的亮片呢 把它给拔出来 哦 好漂亮的 粉色的螃蟹 这一只你脏的内心 哪有粉 这两只粉色的螃蟹 看起来太可爱了 我已经出了四只水晶螃蟹了 这这么一只螃蟹就交给我了 我黄奥 大天了 把水晶螃蟹给套出来 咦 怎么是公的呀 不过没有小螃蟹吧 来解开看看 看真是公的 难道这个螃蟹是公的吗 这只里面没有 没关系 我们有四只水晶螃蟹就够了 接下来怎么把它拿到汤下去 剩两个小时 看看它能不能变成虎破螃蟹 让它们在这里剩两个小时了 两个小时之后 它们就会变成虎破螃蟹了 几个小时之后 我看到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 咱们赶紧去看看小螃蟹变成什么样子了吧 啊 这种里面是虎破螃蟹 这虎破还是变头变变的呢 这好够吧 可是为什么只有白色和黄色的不要呢 这紫色的螃蟹一点变化都没有 可是呢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是吗